我们呢可以把它轻轻的刷一下 就可以看到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彩色会出来了 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跟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 一个小的这个画画的套装 适合于的是我们三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可以在旁边呢是有他各种各样的一个彩笔 我们可以在下面呢是去看他的这个 去不用用任何的一个颜色就能够画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彩笔 有点像神笔马良的彩笔 把它呢是从我们的包装当中给它取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呢进行一个打开 这里还有一点点的软绵绵的 好了现在里面呢是有点点的水啦 这就是我们的神奇的一个画笔叶 把它全部都给它放进去 稍微的给它刷一下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刷在手上的话呢 是基本上什么颜色都没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摇晃一下 哎摇晃一下好像有一点点的颜色哟 哦我们呢这两个有两张这个画色 我们可以在它上面呢去给它画各种各样的颜色啊 或者是去给它画不同的一个造型 我觉得这边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是从这个可以开始画 我现在可以轻轻的在上面去给它进行一个添加 加入它的一个颜色 可以看到我直接画上去的话呢 它颜色就会直接发生一个改变 虽然我这个画水的话 根本就没有放任何的颜色哎 好神奇哦 只要轻轻的去给它拉过去就可以了 有点像一个神奇的一个魔法 可以看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它这个颜色相互之间还会有一些些的渐变的颜色 但是如果把它放久了之后 就连渐变的颜色都没有了 还是很神奇的 我们的小的这个模特的话呢 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耳环 我觉得它耳环的话呢 哎 也很好看呢 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也想要这样的一副耳环呢 非常非常酷 然后画起来的话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嗯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它用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去给它进行一个使用 或者呢是我们把它放在旁边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时候呢 去给它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 如果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去给它画一下 然后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它这个颜色不会发生改变了 但是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个小的这个画本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模具可以让我们画的 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适合的是我们三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买这样的一个小的画册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把了第一页的话呢 已经都是已经是画好了 从这一面呢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第一页呢上面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颜色的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一半一半它的颜色就会出来了 然后感觉有点像一个花了妆的一个小姑娘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的整一大片全都给它画过来 可以把它整一片呢 都给它填色 进行一个填色填过去 哇哦 这整个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啊 它的头发这边也不能够忘记 然后要把它头发这边呢 也要是要给它填好来 好了 那么我们整个的话呢 就已经给它画好了 在上面就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头发 嗯 感觉它好像颜色又有点变淡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画笔 然后再给它重新进行一个填色 它就重新的把它的颜色呢 都给它画进去了 哇 超棒超棒的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任何的颜料 然后也不会把我们的颜料呢 弄得到处都是 这样妈妈也不会说我们啦 好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的画笔的玩具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点 订阅留言和点赞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